有沒有哪一段時間是你覺得最辛苦的 然後是你人生中最低潮的時候 一路走來剛開始的時候 就是在我還沒有拍那個 侯堂的那一段期間 就是說試鏡一直不順利的那時候 然後那時候是在劇場嘛 也不是藝人 可是我就跟人家分租 然後不管三千塊兩千塊 我都去跟人家分租 然後那時候其實說真的 還蠻辛苦 我懂我喜歡那個感覺 也懂那個感覺 我就去買那個水餃 小肉買了一堆 也不是一堆 就一小坨 買水餃皮自己包水餃 我把它凍起來 我想我應該會沒有錢買飯 就在我有錢的時候 我就把那個全部都包好 然後等它涼了以後 把它包起來放著 然後去冷凍 我每天就一天到晚就吃 人家吃泡麵我吃的是水餃 自己包的韭菜水餃 就這樣放著 然後那陣子是其實蠻辛苦的 就是你要跟人家借錢 人家不會借你的 為什麼 大家都不好過是不是 對 人家為什麼要借你錢 然後 我也知道說跟人家借錢不好 我也不好意思開口 但我也不敢跟我爸爸講 對 那陣子是我其實 最辛苦的時候 還有回去 我爸爸可能知道我也沒賺什麼錢 他就會跟我講說 你去拿米 我真的幫你上來 對 倒油什麼都拿了 然後麵條也拿了 後來我記得我爸爸塞了五百塊給我 對 然後我就想說 我的人生怎麼過成這樣子 可是那時候還年輕 那時候才二十幾歲 所以我會覺得說 自己的命 自己要拼還久 所以沒關係 我一定熬得過熬得過 那陣子也是有工作沒工作 就是你知道也不能成正比 沒工作真的比較多 對 有工作好少 大概一兩天客串啊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舞台劇你一年能夠拼到兩個 就算不得了 可是錢又很少 我一年大概只有賺幾萬塊 半年 半年大概兩萬多塊 半年兩萬多塊 對啊 所以就這樣 然後房租也是 我今天我可以跟奶榮借錢 然後借了三千塊 然後我下個月 我那個錢出來 我三千塊趕快還你 就是一直在補那個洞 一直在補那個洞 其實是我覺得最辛苦 但是我覺得我最感念那個時候 因為沒有那個時候 這樣的我 今天就不可能說 我做什麼我都沒關係 我可以跌倒 我從來跌倒我從來 對 因為曾經苦過啦 所以知道說 其實自己有很大的 貪心的空間 沒錯 你現在想起來好感慨 那段時候是不是 感慨啊 是會覺得說 哇 那段時間已經很久了 可是你永遠經過那個 你住的那個地方過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我在那個時候 我是那麼的堅強 我是那麼想要把自己 好好站起來 我沒有想到說 以後我要當林美秀 我要當一個演員什麼 沒有 我只知道說 我要努力的過日子 過好日子 我所謂的好日子就是說 我要每天都要有錢吃飯